欢迎收看我的熊老师片子教数学 那么延续上一集 那如果是对函数值所做的变动 这里有这一句 对函数值所做的变动 则是越后面发生的在越外面 那这里有一个例子 一样 f of x 涨价 我要画这个 负的绝对值的 f of x 加 1 所以我们是把函数值算出来之后怎么样 取绝对值再乘负号再加 1 那刚讲 越后越外面的是越晚发生 所以我们要先从最里面的 就绝对值开始做 再做负号再做加 1 好为什么呢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 对函数所做的变动 你可以说它几乎都是从 对 x 做的对 y 做的变动搬过来的吗 对不对 你说这个加 1 它其实可以说是 y 减 1 然后你说这个负号 它其实可以说是 就是乘在这边嘛 所以原本是怎么样 原本是 y 先减 1 再乘负号 会等于绝对值 for f of x 吗 对不对 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在做图的时候 以对 y 的立场来说 一样是这个月里面的月晚做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要先做乘负号再做 这个减 1 那就相当于是我们刚刚说 怎么样 先做乘负号再做减 1 所以对函数所做的变动呢 它的流程会跟对 x 所做的变动刚好相反 是越靠近 f of x 的越先做 越先画图 那如果你听到的是做图的顺序 要你反过来写这个式子 你就知道怎么样 越晚做的图 它的影响会越外侧 那如果是对 x 做的改变 越晚做图的那个步骤 对 x 的影响是 每一次都是把 x 以什么取代 所以每一次都是往内侧去改 所以我们刚刚的这个图 f of x 长这样 先把他函数取绝对值把下面底下往上翻 有没有这个 然后再把函数乘负号 所以把正的往下翻 那因为原本下面就没东西嘛 所以上面就空的了 然后再加1 上1单位 可以吗 那如果既对 x 做变化 又对函数做变化呢 那这里附一个图 说明结论是两者没有先后的差别 你可以先右移三单位再把负的责上去 也可以先把负的责上去再右移三单位 那如果你有听懂的话 现在来做这个图 按个暂停做一下 那我们来画他 一样先画 2的 x 次 所以这样子的流程做多了 我们在这里会 大概这一小节 大概会做个十几次吧 不同的图啦 那第一个 学生对于怎么平移 就会更有概念 然后这个第二个 学生对于 2的 x 次该有的特色 也会更有概念 对不对 我们要先怎么样 我们现在看到减三 和绝对值 我要先画绝对值 就先做绝对值的部分还是要先做减三的部分 答案是 对 x 次做的改变 越晚发生的越内测 所以我们是画图的时候 越先画的是外面的先画 再往里面画 所以说是 先画这个 x 以绝对值 x 取代 然后再画 x 以 x 减三取代 所以 x 以绝对值 x 取代的话是 左半扣比右半 对吗 刚刚讲过的下面不要画成圆弧状 然后再 x 以 x 减三取代是 右移三单位 右移三单位这里会变8 原本是01 那现在变成是 x 用1带 用0带进去的话是 把2的3次是8 因为它等于是右移 这一点移过来这里了 那这就是这一题的答案了 如果你还不熟 你就把我们刚刚写的步骤 再写在这里 x 以绝对值 x 取代 那这个是 左半扣比右半 如果这是 x 以 x 减三取代 这个是右移三单位 然后这个是右移三单位 这个右移三单位 我们来看这个 你们要自己画按个暂停 自己现在画一下 这个 y 等于 2 的绝对值 x 减三 要怎么画 快快快 我还在画第一个图 你还来得及 要先动哪一个 绝对值还是-3 希望你有答对哦 要先动-3 是右移三单位 如果你答对就不用写 如果你答错了就写吧 右移三 x 以 x 减三取代 这里标一下 它会改跟这个 y 轴交1 8 就是整个躺的比较靠右边 然后怎么样 x 以绝对值 x 取代 左半扣比右半 所以它会变成 这样 尽量还是在这里画的不要太连续 对 虽然我也说 我也没有画得多好 左扣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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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就是 y 等于 2 的 可以吗 第 3 题 y 等于 2 的 3 减个次 要先动哪一个 好 我可以告诉你都可以哦 我们等下两种的话 我先按照原本的流程 那因为你是靠近 x 的是负号啊 所以我们要先从外面的话 就先从加3 化 所以它现在是 x 以 x 加3 取代 它是 y 等于 2 的 x 加3 然后怎么样 x 以负 x 取代 左扣比右扣 负 x 加3 负 x 加3 方法2 那如果你要把它想象成是 负的括号 x 减3 展开就是负 x 加3 也行 那这样子的话 比较贴 x 的是减3 所以我们要先从负号开始 x 以负 x 取代 左右翻转 左右翻转 那一样如果你画错 就自己把那个 什么以什么取代图形怎么移动 写在箭头的上下 那因为我们的空间有限 我就不每一个都写 然后 然后 再来怎么样 x 以 x 减3 取代 注意是右移3 我们这个是 x 以加3 x 加3 取代 是左移3 我们这是要右移3 所以是 你看还是变回这样子 对不对 再来第四题 你有做对吗 第一个我就不画了 这个他变成怎么样 我们要先做 注意 他不是把 x 以绝对负 x 取代 也不是把 x 以 x 减3 取代 他是怎么样 把整个函数 把整个函数 减3 取绝对值 所以对于函数所做的变动 是越晚做的 越外面 所以要画的时候 是从里面往外画的 我刚刚本来是想要用上面这个图的 但是太不好了 所以我们还是画了一个 那所以呢 我要先把他 函数减3 是 还记得吗 下降3单位 因为函数减3 其实是 y 以 y 加3 取代 所以他整个函数 下降了三单位 原本跟 x 交的是 1 现在会改交-2 原本有渐进于 x 轴 现在改渐进于 我们在这里画一条 虚的渐进线 它是 y 等于-3 现在的这个式子叫做 y 等于 2 的 x 减 3 那在这里呢 就额外的强调一点 我都会跟学生 特别的强调写指数函数 或者 尤其我们后面学到对数函数的时候 大小写上下标要分得很清楚 2 的 x 次 x 要比2 上面 要比2小一点 减3 减跟3 要跟2在 像写英文字一样 要在同一行 上标在这里 下标在这里 后面会学写LOG LOG 2 5 这是下标 这个是跟 帧数是跟LOG一样的 一定要分得很清楚 不要随意的 有的有的写的这样子的 那 我都会提醒他们要从 这个一定要要求自己把它写好 这不是为了好看喔 因为会误读 你在LOG里面 你会看到整 底数有次方 帧数也有次方的 LOG2的3次的5的4次 那你如果上下标大小写都不分 你就变成这样子 回过头来 自己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了 然后都会搞错 所以呢 这个在写的时候要注意 你说 这个是跟2一样大的 所以他代表他不是x-3 这不是印刷上的失败喔 这是代表他减在函数上 这样懂吗 然后把整个函数取决对值 整个函数取决对值在 这个x軸以下的会往上翻 这里会变正2 然后趋近于 y等于3 可以吗 y等于2的x次减了3之后取决对值 这个是x以绝对值x取代 这个是函数减3 那我们前面讲过 这两个对x做变化跟函数做变化 先后顺序没有差 所以我们可以先把他对x 绝对值x取代会变这样子 那个2的x次我就不画了 然后我把他怎么样 函数减3 会下移3单位 所以他是 原本这里是1 那这里是-2 可以吗 下移3单位这里会变什么 就是他会变log值 就不写了 这个就是y等于2 绝对这个次减3 然后我们也可以把他 先下移3单位 那这样这里是2 这个是趋近于 x等于3 y等于3 y等于-3 这是 y等于2的x次减3 再 把x以绝对值x取代 是左半copy右半 有没有跟他一样 可以吗 试做图 那你想说这个分之1怎么做 那其实根据指数率 它就是 2的a次分之1就是2分之1的a次 可以吗 那所以呢 它的图形会是 你可以先从 我们可以直接从这个2分之1 的x次开始画 那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你把它变成是2的-绝对值x次 也行 那就是变成说怎么样 你要先画2的x次 再把它左右翻转 那因为你看嘛 我们是先 先从外面 先画那个外面的 再画绝对值 然后取绝对值就好了 这个其实很简单的 但是注意一下哦 左半copy右半 所以它变成什么呢 这个要让学生看过 它会变成双尾巴 那做这个 它不是-2去绝对值x次 它是2去绝对值x次之后 加了负号 对不对 它是 你说2去绝对值x次嘛 然后去导数嘛 对不对 然后加负号嘛 是不是这样子 或者是 它是1 2分之1的 绝对值x次的 加负号 那说穿的 不就是前面这个加负号吗 所以 倒用上面的图 它其实是在我把上面这个做出来 因为对整个函数所做的变化 越外面越晚住啊 所以我们只要在这个图做出来之后怎么样 上下颠倒它 就行了 可以吗 再来 再来 然后第一题 绝对x以 y以绝对值Y取代是下半copy上半 看 又再来第二题 x以绝对值x取代 再把它函数乘负号 这两个谁先做谁后做都可以 所以它是 就是 那我们先把x以绝对值x取代 再 乘负号 是上下翻转 如果你刚才先上下翻转了 它的图形就会变成 先上下翻转 然后x以绝对值x取代 现在就留下这个嘛 对不对 就还是这样子 那我们先画y等于2分之1的x次 是这一条 2分之1的x次 2的-x次 2的x分之1 都是这一条 然后怎么样 xy都加绝对值 是大家都copy第一象限 你也可以分两段 左call右在上call下 或上call下在左call右 所以是 你要不要按暂停自己做做看 这样可以吗 好那我们这集上到这里